9. 小开有个坏毛病 每次做错事 就说是别人的错 好像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第一题 请问故事中小朋友叫做 1. 小拍 2. 小开 小开披上桌布学超人 不小心打破爸爸心爱的花瓶 不敢承认就说是小猫撞倒的 爸爸生气就让小猫搬到阳台住 再也不准小猫在屋子里自由行动 第二题 请问小开披上桌布在学 1. 扰人 2. 抄人 小开偷吃野餐用的蛋糕 却说是小狗偷吃的 害狗狗被罚不准吃饭 爸爸知道小开说谎 对他说犯错 只要改过就是好孩子 若不认错 还说是别人做的 那就糟糕了 小开听了觉得有道理 马上承认改过 成了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第三题 请问小狗没偷吃蛋糕 但小开却说是小狗偷吃的 小开的行为是 1. 说谎 2. 说谎 我可以认为小狗 我认为小狗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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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觉得不错